看起来很善良 其实在使坏 你眼前的十二星座 有可能是哪种小人呢 射手是真的有好形象哦 但这好形象也绝对 是他平常有在宣传导致的 比如说加班一定会拍照上传 做善事一定会留下全名 中心思想又绝对正确 让人知道射手就是这么的 认真善良又得体 而且职场上射手还有一个强项 就是很愿意奉行老二哲学 愿意什么都让闲 看起来与世无争对吧 但这是射手的保护色 射手绝对有事业心 要付黑也绝对有这个本事 表面上让着你 但他私底下 长辈缘超好的好不好 跟长官长辈是非常合得 跟有利人士也会按通款取 更不要说 他也许不是冲着你讲坏话 但他所引导的情势 就有可能对你不利 等你发现时 他的地位已经三级跳 属于你的东西 也可能已经被他抢得已干而尽了 巨蟹分两种 一种贴心 一种贴心 黑心型的巨蟹 当然就是我们眼中的小人啦 因为他没有安全感 对人性也不信任 有时候一点小事 就可以记恨记很久 擅长把自己经营成受害者 我想在上一次 《学二星座这样就是讨厌你的影片》里 已经有非常多网友的留言 让我们知道被巨蟹黑过的人 有多少苦水要吐了 巨蟹的守护心是月亮 月亮可是永远有一面是暗面的哦 就看它要不要用而已 他们也很懂得拉拢次要敌人 对付主要敌人 所以被巨蟹欺负过的人 常常会感到孤立无援 求助无门 除非你装监视器 我一定要颠覆你对双鱼的想象 双鱼是精明的 对人生的规划思路清晰 说双鱼没脑子的人 这辈子你可能没看过脑子嘛 之前有个统计 双鱼女是十二星座中 最不容易被诈骗的星座 毕竟如果她被骗 那是因为她自己愿意两眼全臂 也是经过她的选择哦 可是双鱼最怕的就是 走歪掉掉进了腹黑的深渊里 不过腹黑的双鱼 聪明一时 情绪化一世 有双鱼攻击的效果 就会打折扣了 虽然手段不如巨蟹高明 但双鱼还有一个武器 就是装柔弱 也是会为自己赢得 受害者头衔的一组 如果有一篇文章 分析十二星座腹黑 牡羊座的篇幅一定超级少 因为牡羊的人生志愿 是当大炮而不是当小人 牡羊座最大的武器 就是一张嘴 靠着这个嘴贬低他人 可是如果自己的地位还不够高 那他就只能骂在心里 因为他知道就算骂出去也没有用 还会害死自己对吧 而年轻的牡羊手中筹码有多少 他会衡量衡量省点花 那没有筹码的牡羊呢 也会在脑中陷害对方几万次 光靠幻想就能够得到满足 好悲情 所以牡羊看起来就算炮火隆隆 其实腹黑的续航力真的很差 宫斗戏最早死掉的宾妃之一就是牡羊了 一个手喜欢到处装天真年轻 天蝎却喜欢到处装狠角色 哎呀会装狠角色就表示你不够真的很啦 你要吗就直接弄嘛 一直撩话算什么 而且狠话撩那么多 了解你的人根本不怕你 你只是让周边看喜的人以为你很厉害而已 你想吓跑别人骨子里 就是一种超胆小的表现 因为你很怕被别人发现你很脆弱很容易受伤 对不对 好啦 人生就是这么为难 所以有些天蝎 不能装狠又保护不了自己 只好眼孤屁了 什么都一人作业 因为他们唯一的痕迹已经在一开始装高冷的时候都用完了 如果你得罪了金牛 千万不要让他有爬上去的机会 否则你一定会死得很难看 杀人如麻的希特勒也是金牛哦 听说他小时候被老师骂过 长大后常常拿出来说 他可没忘记自己被欺负过的历程哦 所以虽然金牛看起来很沉稳 静默不愿意显露情绪 其实他手里可是真的有一个账本记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只是金牛不会急于当下反应 他可以忍 等到他爬上位了 等到时机成熟了 他会用十倍的力气砸向你 所以千万不要有把柄落到金牛坐手里 或让他掌权 当然前提是你陷害过他 当你一个天蝎座拍拍你的肩膀说 没关系没关系 千万不要相信 天蝎表面什么都不计较 暗地里什么都记得住 但天蝎懒 非必要他不会出手 直到天蝎一直被采线 一直被弄 那他就要想个办法认真对待你一下了 你就会把他的腹黑本领激发出来 而且天蝎真的很擅长 偷偷来 他可以一边若无其事地向他人 透露讨厌对象的不利消息 一边跟对方相约喝酒聊天 谈合作 听出来了吗 天蝎绝对不会轻易表态哦 讨厌谁这张底牌亮出来他就输了嘛 一定让你看不出来 所以很多人被天蝎座弄了还会跟天蝎说谢谢 水瓶座如果当小人他一定会先拉帮结派 因为毕竟人多势众就比较好排挤对方 厉害的是他也可以用对方的思维去说话哟 常常能搓中人心 随便一句话就可以洗脑别人 也能把白的讲全黑的 而且既然他是一组帮派嘛 他不喜欢的人 自己人也不能喜欢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水瓶 他脾气是火爆的 升起起来是十二星座里面最吓人的 这种水瓶一言不合就可能暴怒 用拳头解决事情 这就不是小人了 这叫暴力分子 当一个狮子座感受不到想要的尊重 而且还被硬生生比下去 哎呀他的恨意就会出来了 好气好气好气啊 他就会想尽办法打压那个阻挠 他的力量让你无法出头 而且狮子座非常懂得创造一种潜规则 以至于他完全不需要开口 周遭的人就知道狮子想要排挤谁了 有听过狮子的朋友会很有默契的 帮助狮子一起霸凌对方吗 某种程度啦 当你被狮子打压 你应该要高兴 因为那也许不代表你做错什么 只是代表你很有潜力 一穿去变脸应该是双子座发明的吧 常常上一秒很开心 下一秒就暴怒 原本说说笑笑 突然间就翻脸 理由通常是这样 双子如果忽然觉得你太瞎了吧 这么瞎不能只有我看见 这么瞎不能只有我知道 全部的人都要知道 而且全部的人都要觉得你瞎 所以双子如果可以当面骂 他绝对不会客气 不能当面骂的 比如说是长辈长官或上面的人 他会想尽办法把这个讯息告诉别人 假装是聊天 其实全都在讲你的坏话 嘴巴见又很有渲染力的双子 一说别人能不应赫吗 处理星座是十二星座中真心难搞的 他们很喜欢放大别人的缺点 咄咄逼人 咬紧不放 当他把你当自己人时 真的会很爱出言提醒 时时刻刻要你改进 但当你不是自己人 他就会直接diss你 例如一个管财务的处女座 就会故意不让你的账过关 让你请不了钱 反正就是要当阻碍你的那个大石头就对了 或者处女座会在跟老板吃饭的饭局上 故意告上对方遗状 把对方不好的地方一一说出来 让你以后更难做事 还不知道阻碍出在哪里 很多人喜欢把摩羯 想成老谋深算的阴狠角色 其实有一半对了 另外一半你真的高估他了 他们不喜欢的事情 不会正面冲突 常常用忍耐的去度过 而且他们大部分时间 忙着阴沉 忙着忍耐 忙着自怜 真的没有太多时间当小人 我举个例子 有个摩羯在报复劈腿的前任 他的方式是对方回头找的时候 他就挖了一个坑让他跳进来 完全没有感情的说着暧昧的话 让对方越陷越深 然后最后突然消失在他的世界里 那请问这样的报复是整到谁啊 整到了对方 似乎也整到了自己 还旷日费时呢 所以我们除了要提防 这些很会演的小人之外 我们也要注意自己不要 不小心就成为别人的小人哦 加油 嗨 大家好 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 我就会在Vogue频道 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呢 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尝试 或占心的小知识 我们Vogue见